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宫西义是指白宫负责内务的 就是负责国内事务的真正办公区 那原来呢 有个那个女叫什么 叫穷斯叫什么斯 负责白宫事务 在2021年拜登进入白宫的时候 他在那地方做的巫术 我有期节目两期节目就讲 那很奇怪的 巫术进入了白宫 所谓的巫术就用什么 这个贝壳啊 鸟毛啊 烧鸟毛 然后草 这东西 他明明确确自己做的巫术 所以巫术进入了白宫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原来也解释过 说白宫以后 白宫以后会变成妓院 如果拜登获选的话 那现在呢 发现了在就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发现了可卡因 他说具体的位置是在图书馆的位置上 如果吸食可卡因的话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 我觉得合情合理 我个人觉得合情合理 发现的被发 就是发现可卡因的人 是特勤局的这个特工 他说特勤局的人在打扫的那个地方 我们说不好是打扫了 还是还是如何了 但发现了他 发现之后 那这是件很大的事情了 所以他就报告 报告那最终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核对的结果是可卡因 发现的时间是星期日 应该是 星期日 今天 昨天吧 对不起 是发现时间是昨天 那今天早晨呢 但是 亨特拜登是所有人想到的 而亨特拜登本身呢 他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跟他父亲去了戴维营度假 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度假之地 但是今天早晨回到了这个白宫 他一直跟他父亲在边上 而亨特是吸食可卡因的 在他自传里头 在他的前任的女人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他跟可卡因斗争的很辛苦 对吧 他牵扯到非法强制强制的问题 牵扯到一些 包括他电脑盘的问题 都跟吸毒有关 就是他在酒精跟毒品的作用下 使得亨特拜登很超凡脱俗 很不一般 所以 那而他枪支的问题是 他那个嫂子情人出的故事 所以就是 他身边就是女人 钱 毒品 跟酒精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的第一大公子 而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带进白宫 我个人觉得顺理成章的 非常顺理成章 原因就是说亨特拜登最近很烦恼 因为追缴的很厉害 从他的记录上 从我们看到新闻记录上 他最近一直躲在他父亲的身边 在我们现在用的是 是这个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报道中也提到 他之所以在他父亲身边 是跟这个 他的那个 他不认他的女儿 他不是跟一个跳舞 脱衣舞女郎 有了个孩子吗 然后打了个官司 对不对 打官司呢 每个月 每个月的赡养费 从两万块钱 转到 变成九千块钱 大概是 但是呢 他给了那个女孩 几幅画 他画的画 据说他一幅画 值五十万美元 据说是这样 所以给了他几幅画 当然谁买不知道 那就不知道 当时的交易是这样 所以前后有这个问题 当前后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一直打完官司 就回到他父亲身边 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拜登总统 不认自己的亲 应该是孙女 那是他的种 是他的种 但他不认 所以他应该是有七个 他坚持不认七个 他只认六个 所以这是中间的瓜葛故事 媒体中认为呢 说亨特呢 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是说现在很脆弱 所以要靠他的父亲支持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 包括一些左派的媒体也说呢 他们看到了父亲伟大的爱 那父亲节那天嘛 看到父亲伟大的爱 就哼 就是拜登总统对他的儿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 人们都总能发现这些 这些 这些 怎么说呢 正面的地方 对不对 总能发现正面的地方 是对他的儿子的爱 那这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国会对拜登的追杀 对拜登家族的追杀 所以你总能看到 在最近一个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 亨特拜登没有离开 自己 没有离开白宫 一直在白宫 而白宫却 白宫特勤局 却把亨特拜登 造访白宫的记录 全都给删掉了 这都是 这个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发生的事情 全都删掉 也就变成了 即使媒体 或者说 美国的 美国的 这个 国会系统 想去查询 亨特拜登在白宫的状况 他可能会查不到 查不到 那作为特勤局 可能有他自己的理由 包括这些是 总统个人家人的事情 跟总统身份没有关系 这些都可以 但是 可卡因来到了白宫 所以白宫先出现了巫术 即白宫出现了巫术之后 白宫又出现了可卡因 这是今天拜登政府 今天带入到白宫去 我只想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相信 你完全可以说 我是无神论 那没关系 你是无神论 你崇拜的科学 在你心目中 还是神 你精英崇拜自己 你还是神 其实就这意思 那这篇报道 被登为头版头条 可以看到 这是头版头条 在这个白宫的图书馆 发现的物质是可卡因 测试之后呢 是这个 是显阳性 那这是在 星期日的晚上 8点49分 当时这个 消防员 因为他 他讲的是消防员 是在消防员被呼叫之后 来到了白宫之后 进行检测 发现的 他说是在酒吧台上 他说是在这个 图书馆的酒吧台上 谁带进去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周日晚上 白宫被迫进行短暂 这个疏散 那来自于 华盛顿特区的 消防局 和这个急救中心 对一份 危险物品 进行了初步的测试 可卡因 显示阳性 所以很显然 有人报警 报警 基础就是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是 是这个原因 不知道什么东西 确认之后是可卡因 所以上面 是在酒吧上 我们把它包起来 然后给它拿走 这是消防员 讲的 而他们是 接到电话 说发现了 白色粉状物 发现了白色粉状物 因为 这种东西 原来被解读成 有可能是一种 有毒物品 对不对 那可卡因 当然是有毒物品 有毒物品 如果它具有放射性的话 具有挥发性的话 它是怕这个 所以它肯定要叫 消防员 它们里面不会处理的 而发现的是 这个特勤局 特勤局 拒绝向媒体发表 自己的看法 我们并不清楚 这一代是不是就 那个 这个它没说 但是呢 确认这个东西 它说了 然后提到说 特勤局 拒绝法 拒绝表态 特勤局 跟华盛顿邮报说 我们会进一步搜查 那事情发生的时候 拜登总统 在戴卫营 当局现在正在 试出确定 这东西是怎么 带进白宫的 而特勤局的人 在列刑 检查的时候发现 然后下面就谈到了 亨特拜登 这个故事 所有人都会把它想到 这是亨特拜登 带进去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 他们今天早晨 刚才回到华盛顿 所以四月份的时候 那有当时就说法说 亨特拜登一直在白宫 从四月份开始 是因为官司的问题 然后里面就讲述了 他在自己的通讯录中 在自己的这个电脑盘中 在他的回忆录中 在有关吸食毒品的问题 在这吸食毒品的故事中 这是一个最新拿出来的东西 有人在他的电脑盘上 发现了他自己拍的照片 他在吸食大麻毒品 然后他的车速的标志 他车速标志是 我没有看明白 那个人说是100多万 我以为没有 应该没有 从他车速标志 应该不是这样的车速标志 但是呢 在别的报道中说他 高达170米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我以为应该是要 每小时170公里是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他开的是保时捷 所以我愿意把它解读成 每小时170公里 如果170公里的话 他每小时的时速 如果按照mile英里算 大概在105英里 我们一般的好车开到150 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 155公里的速度是可以的 所以他保时捷如果可以开到170公里 有可能 所以他自己拍的照片 然后这应该是吸食大麻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被曝光的 所以被人们就就以这样的方式披露出来 那现在没有任何人确定说 这个毒品是怎么到的 但毒品在哪里 也就是说 美国的白宫出现了巫术之后 出现了白粉可可颜 这可不是笑话 这是真真切切 代表着整个美国国家堕落 因为是美国人选了他 有人说没有 他是盗窃的 他为什么可以盗窃成功 他为什么可以盗窃成功 今天的民主党人自许为隶属 的民主党人为什么接受他 为什么你们党派的一切 去接受这一切东西 这就是你堕落的标志 还有什么可讲